謝謝主席,我們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 今天其實我們本會的委員 揭露了兩個課題 在我們委員會裡面 委員各有不同的看法 一個當然是廣電三法的修法 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不同的委員有不同的主張 所以他一直卡住不能向前 另外當然就是 WIMAX到底政府要怎麼收尾 這件事情 委員之間大概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本席是比較不願意把它當作說 用事後的先見之明 來看待說前朝的政策 致死是一個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科技的進步其實日新月異 我們很難掌握它的方向 所以政府當初選擇 要去發展我們自己本土 在通信的這個產業上面的 本土的能力 產業能力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選擇 那那個選擇我們事後來看 或許是說他不是主流 但是如果用事後的先見之明來看說 那是一個致死的錯誤 要這樣規則的話 好像政府就推卸責任 然後再商言商 可以這個雷利風行的手段 該收就收 我想這也失去平常心 因為畢竟 這是一個實驗性計劃 那實驗性計劃 就是給他們六年的延長六年嘛 就是給他們十二年的實驗 看看能有什麼樣的成績 那個法規規範的是換照 不是延長 好 那 但是至少就是說 我們知道那是一個實驗 所以 本席還是很希望 外界所傳說 你們對於 YMAX的未來 已經有定見的這件事情 不要是事實 那主委一再地說 就是依法嘛 那有關依法的部分 其實本席有行文 要求你們回答幾個問題 那遲遲一直還沒有開委員會嗎 還是開了委員會 遲遲還沒有給本席一個解答 在這個解答裡頭 當然最主要是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個是 YMAX的升級 跟整個 國際的協會的升級的觀點 你們的看法 跟國際之間的慣例不一樣 這一點我需要你們有所說明 我現在可以說明嗎 好 你大概檢要 所謂國際的慣例呢 我覺得在這邊應該是指 特定的一個技術規格制定團體 沒有關係 我要知道 我不是要知道內容 我要知道程序 你們這相關的程序 委員會都討論過了嗎 比如說 國際慣例在升級上面的看法 跟你們的看法不一樣 我們都會討論 每一個跟案件有關的事實關鍵 另外就是依法規命令來講 是 另外一個 大概主要是三個大問題嘛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你們不能夠用當時不允許它升級時候 所受到的限制來說 它機器台的建制還不夠啊 那覆蓋率還不夠啊 來作為不允許它換照的一個理由 就是用你們的限制來造成的結果 又成為去限制它換照的一個理由 大概是這三個主軸 那本席需要知道你們有沒有討論 還有討論有沒有結論 什麼時候可以把結論讓我知道 跟委員報告 其實有關於我們稱之為 無限寬民接取業務 WBA的業務呢 我們在最近 603次委員會議有處理過一次 605次委員會議處理一次 最近一次610次委員會議有處理一次 那這三次所處理的分別是 603次討論是 我要知道的是 本席希望你們列入委員會 予以討論的這幾個問題 我有公開的行文 希望你們含附嘛 你什麼時候可以含附啦 討論了沒有 什麼時候可以 我要知道的是這個程序啦 跟委員報告 這個文件呢 委員會議都會看 但是呢 委員會議不會因單一文件 而就做成決定 我們考量的呢 還是法律所規範 必須要注意的個例 好 那NCC什麼時候會含附委員的文 委員區的文 你們總要含附吧 你即使是這個答案 你也要含附啊 蛤 什麼時候會含附 你們拖太久了 好來我給你看 我們有結論就會含附委員 其實你們是偏心的 本席還是相信外界的傳聞 你們要把這些頻譜收回來 再賺一次錢 所謂的公平是什麼公平 如果說民間的產業 一頭栽進去 配合政府的政策往前走 然後食亂中氣的時候 那個理由是說 我如果 我如果讓你換照 那對後來4G的業者來講不公平 這會成為是一個理由嗎 信賴保護到哪裡去了 好 那這些部分 我們在換照審查 並沒有考慮另外一個業務 好 我希望你們不要考慮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自從4G飆售了以後 行政院呢 從這個11月25號 2013年11月25號 成立了加速無限寬頻網路基礎建設小組 從此以後 你們一路呢 就協助4G的業者 去解決基地台的諸多的問題 好你們總共開過多少次會 你看看 行政院召開的這個進度報告之前 開了四次工作會議 然後接下來辦了兩次座談會 然後接下來再開十次 NCC再開過十次工作會議 三次開十次小會 三次工作會議之後 行政院院長再主持一次行政院的小組會議 然後接下來你們不斷的開會 裡面所有每一次的會議 都在替他們解決基地台設置的問題 你們替他們解決要如何在農舍 如何在原住民保留區 能夠取得架設基地台的方便 你們甚至於還替他制定了辦法 去減少賦予公有這個土地 或者是公有建築物上面架設基地台 所需繳納使用費或者是租金的面積計算 你們還制定了一個一個 你們還做了一個結論 要讓這個面積的計算呢 達到最小化 就是一路下來都在協助他們解決 這個基地台的問題 可是對YMX業者呢 你看一下 對於YMX業者你們的態度就是 以他們沒有全力辦理基地台的建設 來作為不予給他們換照的一個理由 那對於他們所遇到的困難 你們過去幫忙了多少 我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業者無論是哪一種業者 他們過去以來要求你們去查明啊 收訊不良 受到干擾啊 到底是什麼原因 請NCC查明的事項 你們從頭到尾 只有一次對行動電話業者的查明 像以YMX業者來講 要求你們查明的事項 你們一次都沒有替他們查明 每次要你們替他們查明 一次都不查明 我們就是來看 NCC對於兩種業者之間的偏心 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本席在這裡 提出還是希望 像NCC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必須去考量說 產業界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後當它一頭投資 一頭栽進去的時候 當政策遇到了困難 或者是你有新的政策出來的時候 對於信頼保護原則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做到最妥適 這個部分我希望主委 你好好的去了解好不好 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個比較小的課題 就是本席在這邊 其實我們委員會有通過決議 要求就是我們電信業者 他們在繳費收據上面 要去宣導 讓消費者知道說 他們有APP可以下載去讓他們計算 屬於他們的資費上面的罪事方案 這一點你們有做 但是唯得不足 你看看你們花了多少錢 去宣導基地台無害 可是對於消費者 其實以他的消費型態 可以有最省錢的資費計算方案 這一點我們要求說 你們要宣導讓消費者知道有這種服務 每一次收到這個費用的時候可以好好的關注說 我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 可以工作下次的選擇 這個部分我希望你們再廣加宣導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執政 最後一點 本會在五月份的時候 由本席還有葉宜晶委員跟蔡其昌委員 我們三個人連署了一個案 就是有關於小額付費的詐騙案 這個小額付費的詐騙案 當時我們是為了要希望電信業者 因為他自動開設小額付費的機制 如果造成民眾被詐騙的時候 希望為了讓電信業者能夠善加把關 所以當時通過一個提案 要求說第一次的詐騙 希望電信業者能吸收 結果你知不知道NCC下去推動了電信產業 制定了一個公約以後變成怎樣 變成每一次的詐騙 平台業者都必須要賠償 這造成一個法理上面一個公平正義很大的瑕疵 那個道德瑕疵就是別人詐騙假 詐騙以然後由無辜的吸要去賠償 要去賠償以而且是全 而且是每一次詐騙全部都要賠償 這個在法理上是一個很嚴重的道德瑕疵 然後也是違反了我們的這個決議 我們當時的決議還不敢說 要每一次的詐騙都叫電信業者吸收 沒有 第一次的詐騙電信業者吸收 如果他們認為電信業者自然難行 可以再討論 結果現在變成電信業者 把他責任推給平台業者 然後平台業者不但第一次要吸收 而且是所有的詐騙他們全部要吸收 這是什麼法理 怎麼會變成是這種結果 主委你知不知道這個公約 我會去了解我不是好的公約實際內容 這是嚴重的法理上面的違反公平正義 你等於是鼓勵詐騙 現在就有一個媽媽告訴我說 這變成是遊戲產業消費者獲得了 全世界最頂級的消費者保護 等於是說我這個消費者 我這個遊戲產業的消費者 我的點數被詐騙的時候 被騙多少都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全部可以賠 然後這也會造成 如果是三方合謀的話 這種假詐騙 會出現喔 假詐騙會出現喔 合謀的詐騙會出現喔 為什麼 因為你提供一個全培的 一個法理上講不通 的一個機制在那裡喔 你好好 本席至少在這裡公開的跟主委 指出說 這跟我們委員會的提案完全走樣 完全不符 第二 他有法理上的道德瑕疵 他會造成道德風險 因為其他各方可以進行套利 對沒有錯就是這樣 所以先把它拉下來以後 重新演繹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休息十分鐘